人与对战的第一回合 双方都竭尽全力 在十几分钟不间断收线的强力搏动 基于的全力反抗下 52岁的季兴华体力提前透支 队长升尾不停在旁边用语言提点季兴华 控制收线 休息的节奏 这条鱼太大了 因为我很疲劳 因为我当时已经汗流了 已经人已经几乎那时候很疲劳 气不消了 因为这个比赛也为了图中不好换人 任何人都不好碰这个鱼竿 所以我当初活到二十几分钟的时候 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李清华无力收线 一直让鱼要线的被动状态 使得搏斗场面迅速恶化 大危机来临 眼见一千米线杯即将清空 而季兴华无力反抗 为挽救装备 就连船长盖都萌生剪线的想法 此时此刻季兴华被逼上了绝路 我这时间太小 我没有理性 学生这么大病呢 天气还大 现在就往上还跟他拼了吧 吱吱的谢铃生 此时听来是那么的刺耳 每多想一秒 就意味着危机更深一分 我当时的想法是 有这种想法就是可能和这个鱼搏斗 可能会 搏斗的话不会成功 难道中国队2014赛季碰到的首尾超300磅马铃 这会是起立线的结局吗 就在所有人紧进全望的时候 嘈杂的谢铃生停了 赶紧赶紧赶紧 好 放这儿弹 来 来 来 慢点儿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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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只天然叫我 我听得不正 你慢点儿弹 放 放 放 哎呦 你还给你给他点压力 要不他他会 他会 他会那个 那个 鸡打力量更大 给他点压力 放 快放 快放 好 好 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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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用力了 啊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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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慢 不天啊 我会快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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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虽然每次下竿收线都十分费力 频率也不高 但渐渐地季兴华掌握回主动权 渐卑清空的危机暂时化解 第一回合较量季兴华险胜 危机暂解 但局面依旧不乐观 前二十分钟 体力就有损耗巨大的季兴华 此刻只能用悬晕二字来形容 眉头紧锁 大口喘粗气 汗服雨下 再旁的身尾健壮 断然决定 第二回合打技术仗 反复提醒季兴华收线要力 争取以最小体力达到最大效果 把身体放直了 把身体平直了收一下 身体平直了收一下 你那个 你那个左手 左手往上再扶一扶 对 往上扶一扶 然后屁股往前走 对 好 往后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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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你给他休息 他也在休息 我又不想给他收下 对 对 一定要 一定要给他弄出来 我搞时间多长 我一定要把他搞上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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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孙老师跟我讲的要令 就是收心要慢 收心要快 抬杆的时候要慢 不要用手臂来发挥 用腿跟腰部的带子 这两个来发挥跟鱼不断的要力 来 现在他没劲了 现在他没劲了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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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就这种想法 对 好 快放啊 快放 凭借着有节奏有技巧的收线 季星华的体力有所恢复 整个人已经完全处于无意识的兴奋状态 只有一个目标 拿下大鱼 第三回合 最后的决战 发起 这水热的 水热的 水热的 耶 那边啊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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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我 。 就这么净 就这么净 哦 我 faced 所有人都在岸上等一个好消息 鱼鱼搏斗一个小时 时间来到下午4点55分 已经超出4点半的比赛结束时间25分钟 但赛制规定 凡是在4点半之前咬口的鱼都算有效 不论六鱼时间长短 只剩最后50米线 全船的情绪爆发 快点快! --- Clan更新鱼的车 - bending过来 -- Muito拉 Burning过来 -再来自下转 -- Go Go! - Go! - perman - Join! Go! - Join! Go! Go! 你快点比快好 - departed快能起砍呢? 5点13分 船员第一次拿到前岛线 如巨怪一般在海面翻腾的大马铃 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由于马铃仍用余力往外冲 为了避免正面硬碰 造成脱钩断线 船员立即松开前岛线 将马铃放回海中 事先调松的系列 使出现缓冲一遍的顺畅 不出三分钟 马铃横律制伏马铃 5点19分 船长依据胜利的欢呼 我们悬着的新落地 蒂兴华做到了 能做得这么大的赢 真的太开心了 我为你自好 来 铁哥 谢谢 谢谢 加油 放给我 好 大家 好 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做得好 你有这么厉害 马铃的长度占满了整个家板 这一刻 每个人心里都抑制不住的激动 盖把我们登船时 送给他的中国节拿出来 珍惜地放在手心 和马铃摆在一块儿 似乎在告诉我们 这枚中国节的确有魔力 中国节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谁说不是呢 返航途中 船围上挂起象征重鱼的马铃旗帜 和这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更显骄傲 回到码头 人群未散去 大家都在等待着目睹这位巨无霸的风采 当鱼被吊起的那一刻 全场爆发浑糊 664.8磅 这是个创造历史的数字 称鱼台一侧 Albert仔细检查前岛线上鱼的咬痕 测量主线的棒数 认定664.8磅的成绩真实有效 比第二赛日日本Olympian Dream Fishing Club 钓货的622.6磅马铃 整整多出42.2磅 暂居第55届HIBT单位马铃中的冠军宝座 更重要的是664.8磅 创下华人海钓赛单位钓货的历史记录 即是HIBT55年赛史 50磅线单位马铃重量的第15位 打破1973年663磅的记录 马铃小姐Nicolite主动上前 给英雄季心华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位664.8磅的马铃 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海钓人的看法 在场的人无不畏之惊叹 西部夏威夷日报刊登了 大幅季心华身披五星红旗 同马铃小姐以及大马铃的合影照片 并以Fishing for Far East Defense为标题 详尽地讲述了季心华 同马铃搏斗的过程 并称呼他为HERO 中国人调上大马铃的消息 几个小时在夏威夷传遍 而快乐垂钓频道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全程同传跟拍的媒体 亲身参与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创造 2014年7月31日这一天 季心华这个名字 中国海钓队这个群体 并将永远载入世界海雕史册